香濃牛奶鍋 撒上玫瑰花瓣 賣相超夢幻 煮滾後火鍋濃郁牛奶香 和玫瑰花香 放進肉片 蔬菜等火鍋料 視覺 味覺 雙重享受 創意火鍋成為情依黨用餐 必點美食 加上玫瑰那個香氣 然後覺得很浪漫 跟牛奶做搭配也滿適合的 由於夏天熱騰騰火鍋不好賣 業者看到飲料裡 加花瓣臨近一洞 把食用玫瑰花瓣 加進用昆布豬大骨和雞骨 熬成的牛奶鍋 花茶嘛 然後升級成鍋物料理的概念 有更多口味上的一種選擇 食用花瓣入鍋 炎熱夏天照樣賣的下價叫 除了創意養生也是新賣點 白色湯頭 這可不是牛奶鍋 顏色有點半透明稠狀 煮開後散發穀物自然香氣 沒錯 這無敵湯頭就是粥水 有別於傳統火鍋重口味 粥水火鍋味道清淡 包覆完整海鮮 更能襯托出食材美味 有沒有吃過那種 好吃的牛奶鍋 沒有 在檀南這邊沒有 所以第一次吃到 粥可以吃出食材的原味 對啊 非常好吃 粥水火鍋要吃的養生 可是有配方 味道必須從蛋到濃 先吃海鮮 再吃肉 最後吃菜 不同層次滋味在嘴裡打轉 齒縫帶著米香 特色火鍋在網路上超航 熬煮以後它只有米的香甜而已 是沒有味道的 要更注重的是食材的原味跟新鮮度 誰說天氣燥熱不宜吃火鍋 一者用創意添加食用花瓣 或是來份粥水海鮮鍋 夏天也能鍋鍋 浪漫又養生 記者賴關章 台南報導